大家好,我是Den Kim Se-jung在一个综艺节目的发言 在论坛累积了10万多点击 1600多条留言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人际关系也是有分阶段的 5.不认识的人 4.只知道名字的人 3.只是认识而已的人 2.适当亲近的人 1.真等亲近的人 然后Kim Se-jung说明了 节目出演者们是在第几阶段 接着Kim Juno问了Kim Se-jung 那第二阶段是谁 Kim Se-jung回答 一起活动的成员们 提到了哭哭单与IY Kim Se-jung接着表示 第一阶段是2SGU与IY 关系真的很亲近的朋友们是第一阶段 这个时候I-상min说 这样都说出去也没关系吗 Kim Se-jung回答 没关系 他们也都知道 我其实比较怕声 所以如果有三个月没有见面的话 就要重新亲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只说怕声就好了有BO这么说吗 人际关系分不分阶段 是每个人各自的方式 所以没什么 但是这样公开谁是谁是第几阶段的话 对方不是躺着中枪吗 然后现在第一阶段的奶奶斗 也会让大家觉得 两个人关系真的有那么好吗 奶奶斗方也有说过关系好吗 成员们是第二阶段 真的很神奇 提到跟搭红异性爱斗的关系 跟自己的团体成员划界线 这样的事情虽然大家也是知道 但是都会小心不会说出口 他竟然就这样一次说出去 谁不知道人际关系可以这样分等级 只是不会故意在面前说 你跟我只是认识的关系而已 是第三阶段 证明必要吧 如果在面前有人对我说 我是第三阶段的话 我真的想跟他变成第五阶段 看来是一个非常轻率的人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嗯 他只是说内心的亲密感阶段 是那样而已啊 又不是分等级 干嘛要闹这么大 我不会分阶段 但是也会有一定的区分 这只是因为标注了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所以才会这样 他只是在说真亲近 普通亲近而已 大家不都也是这样吗 这件事真的知道大家这么生气吗 真心生气的人很像是傻瓜 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呢 这样想想就可以了不是吗 不知道的人看了 还以为你们是金贼将的朋友呢 总觉得最近 部分网友们的火太大了 对于金贼将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熟悉是 去年12月发表结婚后 因为疫情等影响 未能举行婚礼的突片盲的产生 成为爸爸了 7月26号 媒体报道了 产生的妻子 顺产一名女宝宝的消息 而目前 产生正在尽全力的 照顾妻子与女儿 恭喜顺产 感觉对家人们会非常好 要幸福 我的第一个爱豆 祝福祝福 真的有非常喜欢你 希望你能幸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队长的女团 尽炳 黑粉 黑粉 黑 phone 黑粉 黑粉 真的ik 黑粉 同意 黑粉 黑粉 有部分 Supers 而BBG成员们说过 自己的队长永远是福恩 所以想要留下队长的位置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